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在女儿苏巧慧的陪同下去拜见前总统李登辉 似乎也有意拜托李登辉来帮忙安抚党内的不平声浪 因为民进党基层似乎还是有不少的杂音 带着女儿苏巧慧来到前总统李登辉住所 苏贞昌找老朋友叙旧这一谈就是两个小时 隔了将近八年再上战场 苏贞昌向前总统请议什么都能聊 从选举策略到凝聚党内团结等 苏贞昌似乎也有意希望李登辉帮忙安抚党内不平声浪 因为民进党内派系竞逐 台面下的战争似乎还没平息 前一天苏贞昌到树林复选 重提四年前苏贞昌和蔡总统的心结 直接当事人坐台下听得好像很尴尬 就怕主帅还没上战场 党内派系操歌先伤远期 TVBS新闻李国伟 庄佩文 李冠志SG小组 台北新闻 送我报道 中文字幕组